第一章我们是几率冒际浅浅 第二章是几率的概念 还有可能会有变动 因为我陆续还在修改 第三章是随机变速和期望值 第四章是几率分配 几率分配有分离赛的 还有分连续 第五章是偷样和叙述统计 第六章是推论统计 然后里面有一个主讲 是中央体现定义 那再来第七章是估计案检定 第八章是定义书分析 或者应该叫方差分析 第九章是会议会分析 第十章是分群和分类 十一章是背试网路 那背试网路是大概我们 资讯领域最有用的一个几率模型 背试网路 各位可能现在感觉不出来 但是各位知道有很多很好用 很神奇的程式都是用背试网路做出来 背试网路 什么叫做引马可忽略模型 之类的这种东西 到最后他其实都在学一个背试网路 那这是我们这整文课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 刚刚其实已经介绍完整文课的大致上的内容 我们开始会做一些操作 就是RIT的操作 这里有一些叙述 但是我们刚刚其实大部分都讲过 那如果公平的骰子 那同时值两颗 那应该是情况会怎么样 那如果两颗视为不同的 那同时出现六点 那应该是三十二分之一 对 如果连续值公平的同伴一次 那正面的机会应该 连续都是正面 应该是三十二分之一 那这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某个东西的几率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统计 用统计来推论母体 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 这我们就称为推论统计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那个几率和统计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我们精确的知道 母体的几率模型 完全掌握母体的话 那这其实就是 从几率的角度 就产生样子 那如果我们不知道 母体的几率模型 那我就反过来 应该用统计的角度 然后抽样很多次 再去推论母体应该长什么样子 那几率的理论 通常 比如说 铜板 如果两面的几率都是二分之一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 透过几率的计算方式 算出连续头五次都是正面的几率 应该是2.54分之一 就三十二分之一 但是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 正面反面几率有多少 那我们就应该用统计的方式 所以说如果 如果通一千次 发现正面五百一八次 反面四九二次 那我们就可以推估 正面的几率是0.508 反面出现的几率是0.492 那这时候 延续五次正面 就不会是三十二分之一 延续五次正面 应该是0.508的五十八 但是刚刚所举的例子 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 几率统计里面 有时候 它的问题 比较没那么简单 例如说 互网松分布 poison distribution poison distribution 是一个很常用的distribution 那它所用来描述的是 在一段连续的时间或空间之内 某个随机时间发生的次数 这是我们在离散 离散的基率分布里面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分布 除了刚刚的那种 这种 这种 直通版这种 都是二相分布 就可以调除 或多相分布 但是不瓦松分布 它比较特别 它是在强调说 OK 一段连续的时空里面 某个事件所发生的次数 这什么举例呢 举个例子是 如果抽一滴母的血 然后 那滴血里面 有几个红血球 有没有可能有2.5个 应该不会红血球 除非被切一半 假设没有这种情况的话 那样码就是一 就是一个 要么就是两个 要么就是零个 或者是N个 你绝对不会有2.5个 那这种分布 通常就符合乌瓦松的条件 再举个例子 各位应该有去 比如说 四五啊 看过人家抓鱼 下网 一个网 网住一个范围 在这个网子的范围里面 捞上来之后 有几条鱼的几率 一条鱼几率是多少 一条鱼几率是多少 两条鱼几率是多少 这个 就符合乌瓦松分部的 那种几率模型 那所以几率里面 通常会针对某些问题 那些问题呢 可能会很常见 那就透过这种模型来描述 那这边 乌瓦松分部的 的公式是这样写 Oysom 浪档等于 浪档的S十方乘0 1的负浪档18 除以S介绍 那 这个为什么这样呢 后面 后面再详细讲 现在暂时先 不考虑这么复杂的Case 那统计 统计呢 就先有样本 所以我先给 取出一堆样本 然后呢 有了这些样本 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推幅说 OK 那母体的 平均值 应该是多少 这时候我们就要计算 一个称为信赖区间的东西 而且信赖区间 必须要先确定百分比 我们才可以确定它的信赖区间 那这就不是指计算次数就可以的 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数学 那应用 几率统计的应用其实很大 在电脑领域其实也很大 那在社会科学领域 他们几乎都是用几率统计在算 没有 没有 很少那种 社会科学领域的东西是确定的 百分之百确定的东西很少 所以社会科学领域通常会用几率统计在算 那他会用几率统计来检验某个抽样调查 是不是可信 某个抽样调查到底显示了什么意义 但是这里 有个问题 社会科学领域的抽样调查不好做 所以社会科学领域的 调查很多都不科学 这个我在讲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这件事 我说社会科学领域的调查常常不科学 各位知道为什么 那什么样子的调查可信 什么样子的调查不可信 常常你看到新闻都会有某某机构 比如说TVBS又做了一个调查 其实他们最近有一些做的调查其实还不错 但是都有限制 第一个是社会科学的调查都很难做 难做的原因是什么 举个例子好了 现在我想请你去抽样 然后做调查 调查什么呢 调查 全中华民国的 就以刚刚那比 男生抽烟的比例 那你会怎么调查 抽样 什么抽 随便抽 随便抽 如果你真的能够随便的话 那就蛮厉害的 我说的是随机 如果真的是随便抽 那就会不准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做一个调查 但是这样的调查准不准呢 我就直接问 请问在场的同学 你们有抽烟的请举手一下 哇太完美了 我们的调查是 中华民国没有人抽烟 你觉得这样子 这样子的调查准吗 OK 那就算各位都老实的回答我 就算各位都很老实的回答我 你有没有抽烟都老实的回答我 那我们这样的抽样准吗 能代表我们的问题吗 不能 因为我调查的不是中华民国 我调查的是金门大学资工系的二年级同学抽烟的比例 而且呢还有些人没到 所以调查不到 所以即使我要调查你们班 我就得要找一个所有人都到的时间 那做不是抽样 调查你们班就比较简单 就不用抽样 就全部一次调查 但是呢如果要调查中华民国男生抽烟的比例 就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我用刚刚的例子 那我调查出来 肯定会有很大的偏差 因为各位是特殊主权 第一个是学生 第二个呢 学生抽烟的比例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如果你调查小学生有人抽烟的比例的话 那拿来当全中华民国一样 那肯定是有很大的入差 一个原因是到小学的时候 通常还没有养成抽烟的习惯 那第二个呢 是你的药本太颠簸 所以什么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子做调查 这些调查怎么样子才能够准 这是一个很困难执行的问题 不是说他做不到 是他很难处理 很难处理 那有很多各位如果去念研究所 你就会发现一些事情 我们的研究所的研究生的论文报告 不只是研究所 反正有很多调查都是这样 都是胡扯一通 我们叫胡扯一通呢 因为他根本就没办法 没能力可以做这种调查 但是因为他要写论文 所以他调查了 最后他就做了一个调查 但是事实上 如果他能够把他的调查的实施方式讲清楚 那我们大概也就知道说 他的调查的准确性 他能够代表的范围是多少 但是往往呢 为了表示他很客观 所以呢 他通常没有把这件事情讲得清楚 就好像举个例子 他想调查 刚刚的抽烟的问题 那那个研究生就会怎么做呢 网路发问卷 然后呢 用Facebook按赞 然后呢 如果 就Facebook设计一个问卷 那个问卷大家去投票 然后 那个比例 他就视为是最后的调查比例 那各位觉得这样子有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刚没听清楚 乱投票 对乱投票的也会有 除了乱投票以外呢 假设大家都 已经 没有乱投票了 那还有什么问题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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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可能是 比如说老人 从来不上网 老卑卑从来不上网 那 那你就没有调查到老卑卑 但是老卑卑很多是老言腔 所以 你的数字就变偏低了 还有呢 只有在好友圈内 对 只有在你好友圈内 对 难道你的调查可以散布到全国吗 那 有啦 真的有人可能 可能有时候 那个调查弄得很爽动 然后 传阅的比例就会高 但是很爽动的可能就不太客观 对 所以 还有什么问题 有一些可能性 比如说 因为你既然在网络上做调查 你能调查到的也就是网友 那 网友有两个偏差 第一个是你的好友 本身就是个偏差 因为 只限受限在你的好友族群 第二个呢 可能造成偏差处不上网的人 根本就没有调查到 而且 比例 绝对的不均衡 会上Facebook或之类的 那 Facebook的脸书朋友 他本身就是一些有特定特征的人 那 这些特定特征的人 他其实 跟整个整体 其实就不对 所以 如果你今天做这个调查 你得到的结果 不会是中华民国抽烟的比例 你得到的结果会是什么 你得到的结果应该是 我的网友 里面 这个母体 然后呢 抽烟的比例 这样还比较可能一点 但是即使是这样 还是会有偏差 就算我要调查我的网友里面 抽烟的比例 我这样调查 会不会有问题 还是会有问题 为什么 如果我要调查网友抽烟的比例 但是 有些人他整天都黏在脸书上 有些人他整天都不看脸书的 那这两种族群又是不同的族群 那你调查的往往是那个 整天连在脸书上 而且很乐意回答人家问题的那群人 他又是一个偏差 对吧 所以这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抽烟 调查 其实困难不是困难在机率统计 也不是困难在数学 而是困难在他的实施方式 会很困难 如果用电话做调查的时候 那可能因为现在大家都有电话 没有电话的比例很低很低 所以他就比较能够接近那个问题 OK 那另外呢 更好的方式是 假设他有全台湾的人的身份证号 然后呢 他就用随机抽样的方式 抽到这个身份证号码 就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不找到这个人 就算调查不完成 那这个就难度太高了 因为你要怎么一定找到那个人 所以这里会有很多很多实施上的困难 但是这门课呢 我不会这样做 我不会叫各位去发问卷 我会叫各位去街上找人 说 如果你调查我就送你固丁 那 那结果 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个你的抽样又偏差了 对不对 如果你来做问卷调查 我就送你固丁 那 最后呢你就会发现 一堆小朋友都在那边排队 然后每个人都要固丁 而且呢他排完一次之后 他把固丁拿去除 拿去藏 然后再来给你排队 再做一次调查 点的类似一样 那如果你今天送的是酱油 那就会有一堆那个家庭主婦 或欧巴桑跑过来 派对 OK 所以这些调查 有了这种东西之后 又会不准 但是没有这种东西呢 就没有人愿意帮你填问卷 所以现在可以感觉到他的困难度吧 真的很困难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调查 我以为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得很客观 这个 这个对我来讲是件乃事 那或许对某些人来讲不是乃事 那通常有专业的调查机构 他们就会尽可能去避免 这种不客观的情况 那我会尽可能的用 用可以接近母体的方式 那如果没有办法完全接近母体 他会讲出说 我现在怎么做调查 他的范围 他的限制是怎么样 那这是有关于应用上面困难的地方 那比如说学习生物或医学的人 他们也会透过基力讨计来研究说 某个药物对某个疾病是不是有效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有没有人曾经 为了钱去做过人体实验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那各位都很敬虐 那有些穷人真的会这样 因为为了钱 所以呢 就去做药厂的那个白老鼠 他做一次人体实验 可以赚不少钱 其实蛮多的 有时候 你如果专业的 专业的在做人体实验的那个人 有时候他一个月 随便做做几次人体实验 他就可以赚个十几万 但是 问题是 那些药室会有部分用 因为没有经过验证的东西 那所以你做了人体实验 通常 最后身体会烂掉 那这也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在医学领域 会有这种需求 而且他们会花很多很多的钱 找人做人体实验 那那种药没有经过长期的五年以上的 几万人的人体实验 通常是没有办法上市 所以 开发新药是一个很困难复杂的过程 而且 会牵涉到很多的 政府的行政流程 而且如果你的新药要上市到全世界的话 那至少你要通过美国的吧 至少要通过美国的 那美国的这部分就要求的又 很严 那电脑的部分呢 我们用到这种真的调查人的机会 其实比较少 我们比较常做的是 模拟 我用模拟来解决问题 什么叫用模拟来解决问题呢 一种方法是蒙地卡罗式的随机模拟 各位知道什么叫蒙地卡罗式吗 蒙地卡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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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法的随机模拟 很好用 各位二年级嘛 是不是 你们 是要结构上过没 是 是 演算法 演算法呢 演算法还没 那 演算法里面有一种叫做蒙地卡罗算法 就是这个东西 什么叫蒙地卡罗算法呢 我想请问各位 假设你今天不知道圆周率是多少 3 你现在背起来嘛 我说假假如你今天不知道圆周率是多少 3 那 3 你要怎么算它呢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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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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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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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真方形上面画一个圆形 那 他的半径数是1 这个圆形完全落在正方形裡面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计算胎呢 我们知道说这样一个圆形 他的面积是多少 胎R平方 t 对不对 圆形的面积是不是胎R平方 那因为半径是1 所以πr平方πr平方π乘1的平方就是π 既然这个圆形的面积是π 那我就可以用几率统计来算圆形的面积 怎么算呢 我就取-1到1之间的乱数 s轴的-1到1之间 还有y轴的-1到1之间的乱数 然后看看有多少点 落在圆形里面 有多少点落在圆形外面 当我投了1万4之后 我可能会得到有3255几个点 落在圆形里面 不是3255几次 应该1万4的话 应该会是四分之 四分之3.1416 大约接近这样的数值 因为正方形的面积是4 然后圆形的面积它是3014 所以它会越来越精准的 接近这种这个面积 所以我可以用乱数的方式去计算 这种就称为蒙地卡罗法 另外也可以用像贝斯网络这样的东西 或是透过引马可夫链的算法 还有另外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做EM学习法 这种非常有效的 但是数学很深的方法来做一些准备 特别是像自动车啊 控制啊 控制啊 那种比较复杂的问题 那这是机率隆机在电脑上的应用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点比较有趣的事情 那这个有趣的事情呢 就是请各位呢 应该各位的电脑给我灌R软体 我们来看一下 R软体 R软体有 在这里 哇 这个进到B级版 RX64 2.1 3.0 RX64 3.0 怎么有这么多版 我应该都还用到2点几版而已 还没用到3.0版 所以先用2.13 好 免得 你们没有 你们是3.0 你们是3.0 你们只有3.0才好 好吧 那我们就用3.0好了 如果 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太多才可以 3.0.0 3.0.0 我这是3.0.0 差1.0版应该还好 不会差太多 好 那我们来 做个 随便做一个办例 一千太多了 先10就好 OK 好 我在做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用RNOM RNOM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Normal Distribution R代表随机取乱数 Random Random Normal的意思 Random Normal 那这个Random Normal是标准常态分布 然后呢 这10是什么意思 产生10个样本 我用标准常态分布呢 产生10个样本 结果就产生了这10个样本 好 那这10个样本呢 然后它的平均值 命 就算出来 负零电参物 照理讲 母体的平均值应该算 母体的 母体的 那个 起望值 应该是 0 标准常态分布 它的中间线在0上面 所以我们做了10次之后 发现 它的平均值是在-0.3 那如果 我做100次 那我们再 印出它的命 0.07 有没有比上面更准一点 感觉更准一点 如果我做1万次呢 0.000017 是不是更准 如果我再做 100万次呢 哇 居然没有更准 对 好 有时候会这样 有时候 运气的问题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所以 你可以看到 越多次 照理讲 应该是越准 但是 有时候 运气好 我做没有很多次 结果就很准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R软体 那 在这里 各位可能 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 我们要了解一下 你所用的函数 你打问号 那个函数名称 它会跑出一个 房页 用Web的方式 做Help 我觉得是个好方法 那它就会跑出 OK Normal distribution 这个流线 里面有一个叫做 Ar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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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N 就是那个 样本数 命 预设值是0 平均值预设值0 标准 就是 sd 就是 sd 叫什么 标准差 标准差 预设值1 ok 用这个方式来猜怎样 那如果你不希望平均值值0 标准差是1 我要怎么做呢 我可以说 我用 Arnon 然后呢 取100个样本 然后呢 好 平均值呢 我让它是5 好 我标准差呢 我让它是2 这样子 它就只有100个样本 我印出来 就是100个样本 用平均值 我标准差2的方式去 所以你会看到 好像没有看到布的 对 像刚刚都有布的 这边都有布的 这边没有为什么 我们平均值值5 平均值值5的 会 标准差12的 会 会出现负数的机会是很小 因为它差了2.5个标准差以上 2.5个标准差以上的话 那个机会 机率是很小 比 以常态跟不2.5 好 所以 这种Arnon 这个问题 纯粹 应该说 一开始就是为了机率统计设计 所以你任何机率统计的问题 你都可以很轻易的 用这种方式 去做验证或做学习 好 好 那我们这边应该有1.5地址 那你回去 请一定要安装 我这本书还在装2.15.200 那各位应该可以按照3.0版 我想应该插1版 直接按照3.0以上 最新版 那 那 Arnon 要去哪里抓呢 我稍微介绍一下 你只要在Google.r ok 第一笔就是 R Project 这R Project就是Arnon 的成绩 然后你进去就会看到 Arnon 的一些使用图形 然后呢 有些人找不到下载点 他的下载点 这里是不是有写Download Packages 这个就是下载点 Client Client 是他的一个网站 那Client里面呢 你会看到 ok 那有好多的国家 那如果你不在乎速度的话 就没关系 如果在乎一点速度的话 你可以选台湾 你选台湾的话 我会叫 下载快一点 诶 台湾不进来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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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选台湾的这个是 台首告 那这个是 台湾大学 那看你要哪一个 然后点进去之后 就會有下载点 那然后呢 你可以选 如果你是Windows 那就选Windows 如果你是Mac 就选Mac 但是 以我们这一版而言 我们现在这个教师 虽然是Mac 对吧 但是我们 开的作业系统 是开Windows版 所以那你就要 盘装Windows版 我们在Mac上装 Windows 比较奇怪 那如果你是 要装在你的Mac OS 10的作业系统 底下 那你就要选这个Mac 如果你要装在Linux 底下 就选Linux版 那Windows版呢 点进去之后 这里就 Face 之类这些 那这边有一个 Install R for First Time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点进去之后 Install R for First Time 这边有一个 Download R3601 for Windows 那你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就 按照这一般的程序 去安装就可以了 那 比 这个版本是 51.6那一款 那我就不下载 所以应该 这样就已经知道 怎么安装R了 好 那 为了安装R之后呢 就可以 做一点点操作 那我这边做一个 简单的操作 给各位看 假如 我用Rnone 其实我用 可以用可 稍微用一下可 给各位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画出 常态分布的曲线 但是这样 它只画出0到1 我们不要0到1 因为常态分布看到0到1的时候 诶 它的范围根本没有办法看到路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又问 问他 这个要先关掉 才可以打下一个字 我们问他 客户怎么用 他会告诉你 客户是这样用的 你一个运算式 然后呢 从哪里到哪里 这个从数字哪里 要画到数字哪里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提示 来画 然后 Dnone 然后呢 重复3 画到正3 OK 重复3 画到正3 这就是常态分布的曲线 从复3 画到正3的结果 那当然你也可以画 复5到正3 那 看到的范围 就会更大 常态分布的曲线 从复5画到正3 所以还是可以调的 好 这个是看曲线 那 各位 比较常会用到的就是抽样 抽样 所以我们如果拿来做抽样 就是用刚刚的Rnone 那如果我用刚刚的Rnone 这样子 我抽 抽 假设我抽1000个 抽1000个 然后呢 我抽1000个 我直接打S 哇 这么多我根本就看不懂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时候 刚刚 以刚刚我们的一个例子是 我可以至少知道它的均值 是5.05 其实蛮准的 因为我们是用5 当 命等于我去产生 那 如果我今天想更清楚的话 我就在打 H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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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分布图 就是 长条分布图 然后打Hist 它就 把这1000个样本的分布 用长条图的方式画给我 你会看到它 基本上是蛮接近 一个 常态分布 好 那 不是只有 normal distribution 不是只有 常态分布 各种分布 它都有 各种奇怪的分布 它都有 像 譬如说 均等分布 我们来试一下均等分布 均等分布叫做 unibond distribution unibond distribution unibond distribution 它的 分布 密度函数是 Dun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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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它的 就是 就是 P和Q 这种是 这个是 分位数的分布 这个是 累积分布 这个是 取样的 亂出取样本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我们先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 un 对 等一下 还有个问题 它的参数怎么下 它的参数是 min和max 从哪里到哪里的均等分布 没有写的话 就是min是零 那我们稍微 画一下 均等分布 Dunib 如果我用 Dunib 现在的图 然后我从 护2 画到正2 你就会看到这样的图 这个图就是 护2的时候 其实均等分布 因为我们是从 标准的均等分布 它是绿色 绿色是0到1 0到1的均等分布 然后它的 几率密度呢 就是 通通都是1.0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都是0 到了0 突然跳到1 然后到了1 突然就降回来0 这个是均等分布的部分 那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也可以用均等分布 去产生亚分 学个例子 我用均等分布 去产生亚分 这时候我就要用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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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不要产生零到一的均等分布 譬如說我們產生三到十之間的均等分布 那我就用答案 你也可以直接寫me等於三 mes等於十 然後把它放到s裡面 這時候我再做ist away 你就會看到它的範圍是從三到十 那一千個樣的結果 在這裡 所以它的這個方面在統計軟體上面是要用 那這裡是剛剛做常態分布 那你可以用問號去查詢指定 那這邊有幾個重量的字首 R的命名方式我覺得很好 D non代表 D這個字首代表是那個密度寒數 就是density 密度寒數 那P呢代表機率分布寒數 Ng 應該是叫什麼 就是累積分布寒數 我寫G 分布寒數 累積分布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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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P P啦 P這個字首代表累積 Q代表分位數 分位數 那R代表Q 亂數要本 亂數要本 所以D呢是機率密度寒數 像D non 那就是 就是取 取那個常態分布的機率分布寒數 那1.9就是取 1.9有這一點的值 那P P是累積機率寒數 那P non的話 1.96會是0.975 那這個 1.96這個數字 其實到最後各位 應該會背起來 因為 0.975 就是 截掉0.25 一邊截掉0.25 兩邊就截掉0.5 截掉0.5 就是95% 信賴區間 就是有這個算 那所以這個P 累積機率 那Q是計算百分數 那Q是計算百分數 那R呢 是抽樣能數 那這裡 剛剛你看了很多例子 各位可以 試著玩玩玩玩 R倫敦 先試著龍彈 照著我們的 一切案例的龍彈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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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